Shubi Shubi Always Shubi 娱乐极限播娱乐消息八面通 欢迎收看冷的三天想吃就吃 由冷三明冠名播出的娱乐极限播 哈喽大家好 一样是我在你们的冯青七星 大家好我是小琪 哇小琪小琪 亲亲来了肯定有好消息带给大家了 没错 先问一下小琪最近有去骑单车吗 因为每天上下班都是靠骑单车来出行 所以说骑单车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是的小琪不仅爱跑步还喜欢骑单车 那接下来的节目的一开始 就给小琪和热爱琪心的朋友们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哦 那就是2017反法中国赛挑战赛 长沙望城站 已经确定于9月10号的上午7点 在望城区行政中心广场市明将开赛了 环法自行车赛是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自行车赛事 是仅次于足球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国际赛事 参赛者均是代表着当今公路自行车赛 最高水平的世界顶尖车队 环法中国赛是今年首次进入中国 那首战级落户长沙望城并面向非职业选手发出了邀请 让业余爱好者也能够享有职业车手般的环法体验 是的那最近呢全程挑战赛的男女第一名哦 将获得2018年法国环法挑战赛的参赛资格了 而且是可以前往环法的发源地 法国与全球的高选选的环法爱好者同台 竞技一绝高下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期待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首先来一组新鲜的资讯 中国无人公交投入测试阶段 这个行业即将被颠覆 即无人驾驶汽车到无人驾驶飞机之后 我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 公交车也可以无人驾驶了 我国首管无人驾驶的智能公交车 在我们湖南诸州正式进入到上路测试阶段 这辆智能行驶汽车周身有八个传感器 包括摄像头 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 超胜波雷达 高精度组合贯导设施等 用于识别周边车辆行人障碍物的 绿颜色是我们的激光雷达 通过扫描周边的情况 发现周边的一些可能的障碍物 红颜色的方框是我们的关键区域 也就是我们行车安全的关键区域 目前中车集团正在为无人驾驶的公交车 加大研发力度 让其变得更加智能 我们有理由相信 加以10日 无人驾驶的公交车 一定会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 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科技服务生活 快速削皮机 一个西瓜 七秒搞定 眼下整治金秋 各自瓜果纷纷上市 今天西风编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 最适合这个季节的水果神器 Plamatic削皮器 像西瓜这样的巨型水果 都可以七秒搞定 这个机器操作起来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将水果卡在卡位上 按下七七的按钮 七七就开始工作 只需要来回两圈 完整的果肉就呈现在你的面前 除了这些简单的削皮工作之外 连波16这样高难度的工作 Plamatic削皮器也可以轻松完成 这些削皮器简直就是 独居人士的居家必备 想吃水果再也不怕剥皮麻烦了 许克将指导神雕侠侣 港片迷们继《笑偶像湖东方不败》之后 许克导演有多少年 没有拍过金庸小说了 整整25年了 许老怪终于没忍住 要出手了 9月4日乐视影业CEO张昭宣布了 十男生监制 许克指导的《神雕侠侣》三部曲项目 许克发来了VCR 担其自己的初衷 根据《神雕侠侣》改编的电视剧有七版 堪称两岸三地最热门的IP之一 但自1982年香港邵氏出品制作 《神雕侠侣》的电影版之后 这部作品35年来都再也没有出现在大荧幕上 这一次许克出手自是爆炸性新闻 而在期待之余 观众也十分好奇 电影的主演阵容 尤其是《小龙女》一角 到底谁会是许克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我们拭目以待 《神雕编辑》正理报道 这个看完电影的消息 我们都开始充满了期待 而且是许克导演的这个电影 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那接下来我们看完这个消息 还要问一下清姐 下了直播之后 咱们去吃什么 咱们 反正我是约了闺蜜 要不加入我们的闺蜜党 那算了 我还是自己回家叫外卖吧 毕竟我觉得还是叫外卖方便 因为你说现在公司加班叫外卖 家里不想做菜叫外卖 大学宿舍也都叫外卖 外卖有多活 我就不用多说了 那现在的生活节奏呢 因为太快了 工作完了之后很累 你比如说像我 现在回到家的话 我就不想做饭 因为自己做完饭 你自己还要洗碗洗锅很麻烦 所以不少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呢 是一个人在外面工作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外卖就成了解决温饱的第一选择 说的太正确了 炎热的暑假呢 是刚刚结束 在漫长的高温天气里 无论是室外气温有多高 但是在街上 我们总是会看到 外卖小哥忙碌穿梭的身影了 如果如多的互联网 正在彻底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 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中 也是衍生出贴近生活的产品 为人们的生活 也是提供了最直接的便利 所以说外卖就是首当其冲了 为此呢 我们的先锋记者 是特意针对市下最火热的外卖行业 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调查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一边是店内空无一人 一边是后厨忙的不可开交 这样的情况 在当下俨然成了 众多实体餐饮店的常态 那到底是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原因又在哪 就是因为有很多外卖单啊 走的外卖单还知道吗 店里面的糖是会少一些 原来是因为人们对外卖的需求增加 造成了当下实体餐饮店的空潮现象 那外卖的加入会给实体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自从外卖加进来以后 那我们整个收入是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 平均美丽增加8000到1万之间 在我们所有的原额额里面应该增比率可以达到50% 我们虽然说店里面的客人少了吧 但是营业额还是会有增长的 就是相较之前的话增长个三分之一左右吧 这样听起来 外卖其实就像一把双刃剑 来店的客人虽然减少 但营业额的增加 势必会让商家想出更多的方式来注重外卖的出品 你看谁好 我们都是每个菜都要炒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的菜 我们都是相地相地投车本子是吃口味的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当下的外卖经济发展 先锋记者首先从饿了吗配送平台拿到了一份大数据 截止2017年上半年整体的交易额中 中国在线餐饮外卖用户规模超过了2.6亿人 其中长沙被冠以最愿意在外卖平台上 花钱的城市 而长沙外卖点单率排名第一的就是马兰山商圈 其次是井湾子商圈和万达商圈 走在街头 平日里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 也成了路人眼中的一道风景 他们这个团队的日益庞大 也都是依附于人们对外卖的需求增加 因为马兰山这个区域做的时间特别长 相对于其他区域来说这边是一个老站点的 2015年一开始马兰山这边是26棋手 现在是62个全职棋手加上4个兼职 就一年左右的时间嘛 然后人员基本上可以说是翻了两百把筹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从清理保温箱开始 负责人也会在早会上对前一天的工作进行总结 外卖骑手之间的微妙竞争也就此拉开 我现在买一时间不好意思啊 你下一单马上就要送我是吗 对对对我现在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 最忙的时候啊 最多的时候结果70几单 就上海剩了1700多单 1700多单 多的话一天三十来个多的话可能四十来个 一个月正常跑单的话五千块钱左右吧 五千上下幅都那样子 那最多的时候呢 最多的时候也这样子 因为我不是那种特别发行的人 这都是看自己个人的 对你跑得好的话可能大几千的也有 就跑得不好的话小几千的差不多 就这样少则一人一天二三十单 多则一人一天七八十单 促使外卖行业竞争和发展的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他们又是因为什么而选择外卖呢 我刚刚还点了外卖耶 我真的 所以说是真的火 那人们点外卖的原因呢 有很多啊 而且是让外卖持续火爆的原因 今天是总结了有两个 一个呢是方便高效 当然还有一个呢是价格是在能积售的外卖之内哦 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 自9月1号正式实施的外卖配送服务规范 对消费者关注的送货速度慢 餐品不完整 卫生状况不好 外卖人员服务水平 参差不齐等问题都进行了规范 更加有效的保障了配送的服务质量 推动了外卖市场的有序发展 让更多人放心的选择外卖服务 那我们就考虑一下 究竟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群 才能促使这个外卖行业飞速的发展呢 小几千刚会就自己举手了 其中一个 我们两个一个都算 那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先锋记者 为大家来抽丝剥范啦 到底是怎样的群体 促使着外卖经济的发展呢 先锋记者就找到了一位点外卖的高手 可以可以可以 稍微的收拾一下 袁芳晴28岁 媒体从业者 研究生毕业一年 租房租户 天哪人家好空啊 那你不在家里面 做饭什么之类的吗 你看啊这是我的厨房 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灯啊 因为我本身人是不做饭的 你家里面灯都没有吗 我的天 要你拿手机 家里面 因为本来我就是一个不做饭的人 然后呢 因为我开始其实来 我也不知道厨房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本身也不是做饭的人 而且只想住三个月 所以我也不知道厨房是怎么个样子 厨房成了合租小家庭的摆设 这群年轻人把一日三餐都交给了外卖 对他们来说 吃外卖餐已然成了习惯 看15个小时 16分钟前我还点了 没有超过24个小时 对了 你还看我这边 我是黄金会 黄金会员没有 为什么会是黄金会员 就是他会有什么优惠吗 就是你点满五单 他就会发你红包 对 满任意额接五元 这是我的节省钱的方法 哦 外卖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每天我就有饭 谢谢 这120我一个人点就这么多 但是有时候可以和室友一起点的话 可能就两大袋子一起点 反正一起凑单嘛 有时候 实惠 方便这两大特点 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袁小姐一样 依赖上了外卖经济 其实我觉得我身边其实也有 就是跟我差不多的人 然后开始其实不愿意点外卖 但是后来发现外卖很方便 然后呢 慢慢的可以说是越来越懒了 中午太阳太晒啊 不愿意出门啊 然后你动一动手指 那些东西就可以送到你的 你的房间 或者送到你的餐桌上 我觉得就是 可能越来越懒吧 外卖平台的服务除了正餐之外 还贴心的设置了下午茶 生鲜 超市等多样化的选择 这一种贴心也说明了另一种需求 年轻人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 这样一来 他们的生活几乎就被外卖所承包 我会点水果 奶茶 然后 有一次好像试了超市吧 就是网上也会有超市买 觉得也挺方便的 日常饮食生活里对品质的追求 有了个性化的选择 随后 先锋记者来到了一家 刚营业不久的下午茶店 博大的店里面 放满了刚打包好的外卖 现在的话 因为广天这边的话 是以年轻人为主 而且广天这边的话 大多数以女性为主 所以的话 他们会比较偏爱于和饮品 然后的话 是应该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吧 大概统治的话 加美团的话 大概是有1600多单的吧 一个月就已经有1600多单 对对对 1600多单 那么加美团一起 然后还加我们的私人 微信的话大概 那有几千单 像喝下午茶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就成了年轻群体的日常 以致除了显而易见的 午间晚间双高峰之外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之间 意外的也在近几年 成了点外卖的次高峰 从外卖平台的相关负责人口中了解到 截止2016年 中国在线外卖用户18到24岁的占比 是23.6% 25到29岁的占比是28.6% 30到39岁的占比是24% 而在线外卖市场结构 主要是集中在了白领和项银市场 分别占比61%和29.1% 可见外卖的主力军 主要集中在8090后的白领群体之中 而他们对外卖的依赖 源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和高品质的消费需求 外卖的快准横 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 而且平台人性化的将外卖品种归类 按距离 好评 信用度 划分商品 也是大大减轻了人们的选择困难 一目了然就能选择自己吃什么 这也是将生活便捷化的另一途径 也是外卖经济能在社会快速发展下 独占凹头的必然条件 新闻记者 长沙才好拿到 其实事实上在快节奏的今天人们所承受的学习 工作生活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需要宣泄的出口 那选择在闲暇的时间 自己独自或者是和朋友家人一起去买菜 下厨做饭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这既是一种放松的生活方式 也是一种很好的浅压方式 总而言之 外卖的APP 只能是方便我们生活的一种工具 我们的生活不该被其绑架和控制 不能过度的依赖外卖吧 这句话也送给我自己 是的 真的是不能过度的依赖哦 那说了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聊聊电影的事情吧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由成龙 皮尔斯·布鲁斯男 刘涛 领先主演的国际动作大片 英伦对决呢 即将于9月30号 也就是国际党上映了 而且是并会陆续的登陆全球荧幕了 今日呢 该编室发布了 由成龙和刘涛合唱的推广曲 《普通人》 直进人心的旋律和契合主题的歌词 是完美展现了电影的气质 配音成龙和刘涛的亲戚演唱 我觉得将会再次将影片的热度引爆 那其实自电影《英伦对决》确定上映荡期以来 《功夫之王》成龙和特工之王 皮尔斯·布鲁斯男之间的双人对决 便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核心焦点 而此次曝光的推广曲 《普通人》MV则是将焦点 转移到了成龙和刘涛的感情线上面 为该片增添了全新的风采 透露出来 在这场巅峰对决的背后 还蕴藏着一段深沉和隐忍的动人感情 宣告着该片 不仅仅是一部强悍的国际动作大片 其中更有感人至深的暖暖温情 我们去看一看 重龙与刘涛共同演唱的推广曲《普通人》 凭借深刻的歌词与动情的曲调 完美贴合了影片的主题与情绪 揭示了电影的另一条腹线 同时又展示出更多不同的情绪 推广曲已经发布 电影发了讨论与分享 曝光的MV更加清晰地展现出了 影片中《成龙》饰演的关玉明 与刘涛饰演的林宝宜之间的相之相伴 以及林宝宜对关玉明的担心与守望 包与狂风 内心暗吵殃永 流泪让笑变得很重 愁恨失重 只不住头 有何命运打中 我把自己当途主 我们都一路 二路 才能把自己救赎 片中林宝宜与关玉明是最好的知己 在关玉明失去最后一个女儿之后 林宝宜便充当了他的家人的角色 MV伴随着音乐旋律的流淌 通过电影画面的拼接 讲述了关玉明与林宝宜之间的温情互动 当MV进入尾声 重龙与刘涛挥泪相拥 用一个微柔的滚作为结束 这份情意不仅温暖的他们彼此 也感动着每一位观众的心 相信叶勇因能对决9月30日上映时 不普通的成龙大哥演艺起普通人来 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今日音乐人许飞和知名演员姚成 跨界合作的歌曲 一些规律音源及MV全往上线 当二人的声音重叠到一起 我们熟悉的生活 呈现出了一种意犹未尽的趣味 我们经历过又忽略了这些规律 被提炼出来变成他们永泰的主题 我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 只是自己都懒得搭理 爱又爱的那么的消气 很有恨的那么无力 反正最后都是看回忆 剪一些小花曲 剪一首主题曲 姚成说可能很少人会想到 咱们俩能够一起唱一首歌 这个是一件很让人好奇的事情 其实早在跨界歌王时 姚成就连唱许飞 父亲写的散文诗 和我认识齐留两首作品 而这次他们选了一首既出世又入世的歌 音乐和文字都凝练而至普 我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 比如你舍不得用的东西 很快就过期 比如亲亲比爱情好几厘米 比如你换卫的命 你早晨饭后的话题 我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 比如你终于有出息 还免不了贪心 比如坏人比好人更加富裕 比如上座的秋天 变成了废墟 父亲写的散文诗让人流泪 一些规律让人思索 不同的味道不同的风格 背后都是创作人 对情怀和品质的追求 生活中不能少了音乐 希望在乐坛日渐受冷的当下 还能有更多走心的好音乐 来调剂丰富大众的生活 先锋编辑正面报道 哇他们唱歌真的都好好听 非常的走心 也希望大家也要多多支持 和陈龙跟刘涛的英伦对决 我们要记得去看哦 没错 看完这么多消息 现在我们进一顿广告 千万不要走开 一会儿再回来 舒比舒比阿威舒比 娱乐尖锋 娱乐消息 八面通 欢迎收看冷热酸甜 想吃就是由冷酸淋 拐敏播出的娱乐及尖锋 哈喽大家好 演员是我在你们的缝 清清清 大家好我是小琪 那最近其实有很多好看的电影 推荐给了大家 有一部 我不知道清清你去看了没有 哪一部 诺兰导演的敦克尔克 我今天晚上要去看 好巧我也是今天晚上去看 希望我们两个不要碰上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我们还是会看完之后 把这些感受来分享给大家 没错 那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明天见啦 拜拜 明天好不在这里结束 从明星刻骨怎会到痛入切腹 去看这世界到底有多残酷 放开的人双手变成两个世界的路 往前的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 微想把都没有回草入 暴雨狂风 内心弹潮怂怂 流泪让伤变得很重 就很始终 只不住头 我和命运打赌 我把自己当赌注 我们都一路